为什么中国大陆如此惧怕台湾? 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 传统且优良的文化素养 文艺、美食、美术、庙养以及荣 不好意思 我为各位展现的不是中国大陆 而是台湾 中国大陆真的是很不一样 我必须要了解 为什么两岸本初同源 统一祖先的统一族群 才不过几代光阴 两岸之间变得截然不同 究竟哪里不同? 首先台湾岛上的民族大多是中国人 事实上他们的祖先 大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福建省 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享用的是同一种食物 遵循的传统是同一种闽人文化 但为什么跟大陆人不一样? 身为一名旅游客 我常常在福建与台湾之间两边穿梭 事实上我的前妻就是大陆人 他来自福建 所以有一段期间 我常常到那边拜访亲戚 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总之无论是我 还是在看YouTube的你 肯定会很惊讶 两岸之间真的非常大不同 例如两边对待旅游的态度 像是福建跟台湾 而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中国大陆跟台湾各自的优缺点 就拿我观察的经验来说 好比说两边的慈善事业 你知道吗?台湾的慈善事业 当你走在街上就能看到许多有关慈善募捐的海报 令很多人都感兴趣 像是帮助流乱狗的慈善团体 你知道吗?台湾在这方面的教育一直都很重视 相对的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也是很糟糕的 中国大陆较没什么道德感 对于慈善的贡献 甚至是全球最低的地区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找 呃...维基百科或是Google一下 就能查到这些资料了 还有根据我的调查 我发现中国大陆的人民 他们对于储蓄钱财 赚取钱财 累积财富异常的热衷 也许是因为他们曾经非常穷困过 那里大部分的人 很少对施舍钱财十善事业 帮助别人会感到兴趣的 你知道的 正所谓人不畏己天诛地面 总而言之 光从这点你就会发现 两边社会影响的差距真的很大 相对于大陆人来说 台湾人也非常有礼貌 非常体贴 而且富有人情味 这点肯定也是你能观察到的 尤其是你在台湾需要求助的时候 就来说一下我的故事好了 我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 需要把一些人民币兑换成新台币 也就是拿大陆的货币 换成中华民国的货币 但这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兑换的 你必须到一些特别的银行去兑换 我当初以为可以到任何一家银行去兑换 所以我就随便走进一家银行 然后走到柜台问说 嘿我可以拿人民币换台币吗 他们回答抱歉 往这边并不提供服务 你必须要到特别的银行 才能把人民币换成新台币 我就说哦好吧 那我该去哪里找这样的银行呢 那名跟我对话的小姐 她是银行柜台人员 她还怀有声韵 她从椅子上起身 她热心的带我走出银行 然后对我说 by the way 说的是英文 这个是你在台湾 也可以看到的 大多服务业的人员都懂英文 真是太棒了 这点又跟大陆很不一样 大陆很多人都不懂英文 尤其是服务业很多人员都不懂英文 这都是因为大陆的服务业薪水比较低 所以他们并没有奖励的机制 不会花钱 花心思在英语的培训上 总之呢 那名台湾银行小姐带我去公车站 陪我等公车 直到要搭的公车来 并告诉我要搭哪一班公车 然后我一直跟她说 没有关系 我可以自己来看 毕竟她怀着宝宝 这样一直走动也不大方便 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但她坚持要陪我 直到我上了公车 她还告诉我该在哪一站下车 让我可以终于找到地方可以换钱 但是在大陆呢 我往往都是求助无援 我走过了爆滩 走过了电子卖场 走过了好多好多地方 呃 我还会闽南语 你知道XY你吗 得我也可以吗 我会得到一个回答 没 就这样 嘿你好 嘿 你家家有英文吧 我 没 没英文吧 嘿 干啥 就只会说 没 而已 这情况在大陆很普遍 我曾经有一个经验 我在一个摊子上看到我要的东西 但他们并不想细心的了解我的需求 就因为我是老外 所以就找借口要赶我走 呃 任何在中国大陆居住过的外国人 应该都会经历过 没 这样的对待 还有你知道吗 如果在大陆问路的话 例如问警卫保全 他就只会指一下马路说在那啊 他还可能会指错路 只为了要打发你走 啊 你知道吗 这是 这就是有关大陆的文化 中国大陆的文化 就是一个过日子的观念 也就是得过且过 大陆人不喜欢生活中有太多麻烦 所以当老外来找你问话时 你不知道答案 或是没有找出答案的动力 你也不愿意 多费心力去找答案 所以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到那去找啊 老外走了 此事也跟你无关了 这是我在中国大陆最真切的经历 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反观台湾人 你在街上遇到的 在7-11见到的 走到哪里 都是非常有礼貌的 在相同的情境下 他们远远比大陆人更懂得理解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大陆人都 没礼貌 不够好客 因为有礼貌好客的还是有了 但表现出来的方式并不相同 而且非常明显 对于一个共产国家 或是社会主义的政权 中国大陆 红色中国 随你怎么称呼 中国大陆实际上 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福利机制 好比说你提到医疗健保制度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都还是必须支付医疗费 这比费用很便宜 但也很麻烦 社会福利这个名词 基本上 即使在现在的中国大陆来说 还是非常缺乏的 但是在台湾自由民主的体制之下 他们拥有很棒的健保制度 像是免费廉价的全民健保制度 教育制度 社会住宅等等 这些有助于人民的 当然 你还是必须要缴税 这也是我看中国大陆所欠缺的部分 但这一提要另外制作影片 再来探讨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主要想说的是 台湾的健保制度是一流的 很多社会福利的机制 在台湾实施的非常成功 而大陆却是失败 贫富差距也是一大亿的 很多人并不了解 但在台湾 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补变的薪资 大约是大陆地区的人民 薪资三倍以上或是更多 当然 这是有经过人工调整后的对照结果 中国大陆人口庞大 而台湾呢 相对小很多 并竟是个小岛 这也给了很多大陆人 一个反驳的好借口 反驳台湾在经济层面 比大陆更好的重点 他们会说 那是台湾人口较少的缘故 我会说他们根本是在胡说八道 因为你们针对的是同一种人 他们针对同一种传统 针对同一种文化 假设今天中国大陆 效法台湾采相同的模式 中国大陆就会变得跟台湾一样好 拜托 你看看美国 面积跟大陆差不多 经济还不是发展的不错 你知道的 这个跟面积 还有人口 并没关系 这个跟制度有关 总之 正如我所说的 假设你贫穷 抱歉 贫富差距太大的话 那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你知道吗 你在台湾会发现到贫富差距相当的小 你会看到这里的社会环境更加的稳定 盗窃较少 犯罪率较低 因为比较没有穷困潦倒的底层人民去仇视那个 相对比较富有的上流社会 你不会让他们认为像那群富裕的人们 劫财 偷窃 炸裁是合理的举动 因为大家的经济水平都相当 我曾目睹过贫富差距差点毁了一个国家 像是我来自的南非 贫富差距结束那里的生机 那里的贫富差距之大 超乎你我能想象 所以那里至今人是 极为困顿 所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台湾与中国大陆两岸之间这样极大的差 因为中国发生了内战 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到台湾 中国共产党占据了大陆地区 当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 他们同时带来的不仅是文化传统历史来到台湾 还把中华文化的艺术文库带了过去 中国大陆还称呼台湾为美丽的宝岛 因为有众多文化瑰宝带到了台湾 谢天谢地 因为要是这些五千年的历史精华当年没带过去 在大陆可能会被破坏掉 事实上任何从中国大陆带走的文物 无论是列强的殖民时期 透过贸易、走私、任何运输形式 我们全人类、全世界应该心存感激 因为大多可能会被摧毁 尤其是中共或国殃民的政策下 文化大革命严重败坏了中华文化与民族的价值 这是令人法指的 中国共产党夺取大陆地区之后 他们所实施红色恐怖的政策 可说是彻底摧残优美的中华文化 文化、历史、艺术、道德、传统全部毁于一旦 只因为他们想要效法当年的苏联 他们想把中国大陆打造成苏联2.0版 共匪、毛泽东他说他们必须要破四旧 他们要毁灭旧中国、旧文化、旧传统 全都毁灭殆尽 他让许多知识分子游街招授侮辱 还把他们关进劳改营进行大屠杀 毛泽东还鼓励农民多生育 为了要增加人口 结果适得其反 生育政策的失败造成后来逆转的政策 也就是一胎化政策 他确实败坏了中华文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如此惧怕台湾 道理非常简单 中共之所以惧怕台湾 那是因为台湾更像正统中华文化 以及传统价值的合法继承者 而他们统治的大陆却像一个被水冲淡的蛮荒之地 遵循着不合时宜封建专制的西方马克思教徒 还混杂着土匪治国且不透明的腐败极权政权 好比来说为什么只吃劣质的麦片 却不选择更丰富的棉花糖 以及精心制作精香的高级巧克力呢 在结束之前我要回答一个敏感的问题 为什么每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 并没有把台湾化进去的时候 为什么有很多大陆人会因此而生气 这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的嫉妒 他们想要再次认领这些自己曾经破坏掉的 珍贵的历史传统以及文化 他们认知到这些过错但死不认错 所以他们只能够从台湾上面重新学习 直接吸收台湾的传统文化以及社会 中共吸收完后再宣称那文化是他们的 我所见过的大陆 喜欢的那个大陆改革开放的大陆 想要尝试恢复古老的传统优美的文化 上善的美德 就像台湾那样 大陆把台湾视为自己未来可以成为的楷模 这是我眼前的情景 尤其是我居住在中国大陆14年半的经验 大陆正在不停的开放 至少经济方面似乎是健康的发展 同时开始拥护自己珍贵的文化资产 可惜好景不长 这三到五年间又开始变职了 啊 习近平似乎又开始他的造神运动 他推动民族主义 还发布了他的习语录 散播他威权式的思想 重返红色恐怖的狗屁稻造 这是非常荒谬的 习近平这样是倒行逆施的 又重启中共的苏联2.0版 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希望的 我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 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朋友 他希望大陆回到从前 回到民国时期 也就是1949年中共没见证以前 我的意思是在中共还没乱搞前 那个璀璨的中国 那个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 已得福人的礼仪之邦 如今 还有人像我那样的 像我想介绍给你认识的 他是我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年轻人 名叫于西门 这是他的影片频道 如果你想见识一下 一位拥有健康思想的 大陆华人之言论 他是不错的选择 他具备独立思考的独到观点 你可以去了解他 关注他的影片 他真的很出色 肯定会让你大开眼界 不受中共所捆绑 也非常需要你我的大力支持 总而言之 各位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能为你解答到一些问题了 请记得台湾 很多人竟然会搞混 像是把台湾搞错成太古 不 台湾是一个人间天堂 台湾人真的非常好 中华民国是 全世界最好的民主模范之一 如果你还没去过 你一定要去见识一下 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也是个美食天堂 你一定要尝试看看 总而言之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要像我朋友于西门那样 保重身体 哦 请别忘了 每个礼拜五 要来点我这频道 看我的节目 另外还有 飞鱼者的频道 飞鱼者用中文配音 一直爱着台湾 更爱着中国 嗯 好了 我没台词了 有机会再见 嗯 嗯